大家好,我是彩虹 一碗面粉,一碗玉米面 简单一做,竟然比蛋糕还好吃 碗中倒入200克普通面粉 200克细的玉米面 15克奶粉 4克酵母 30克白糖 不能吃甜的可以用零卡糖来代替 1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480克牛奶 将以上食材全部搅匀 最后搅拌成如酸奶样的面糊 盖好,饧发1小时左右 由于室内温度有差异 所以发酵的时间也不是绝对的 最后看发酵好的状态 面糊已经翻满盆了 并且内部充满了搭气孔 搅拌排气 电饼铛或是平底锅开小火预热 刷薄油 如果加了有这种早餐机 还可以做出其他的形状 这个一次需要两勺面糊 如果用平底锅来做 一勺就可以了 让它自然低落形成圆形的小饼 盖好门2分钟左右 饼就熟了 出锅 松软好吃的玉米饼就做好了 换了形状,好像更加有食欲了 煎的过程中还可以加一些果干或是蜜豆 口感会更加丰富 健康低脂 还超级松软 放凉了也不硬 比蛋糕还好吃 关键做法太简单了 朋友们赶快试试吧 我是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